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PHED的模擬的動畫 然後呢這個把它拆掉 這邊放一個五公斤重 放下去會怎麼樣 會會打下去 逆時中轉對不對 這裡距離有一個兩個三個第四個黑色的 所以我這裡再放一個五公斤重會怎麼樣 它就平衡了嘛 回到原來的 水平的點 平衡了回到原來的 可是如果現在我們又假設用黑色點來算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4乘5 20 左邊4乘5右邊4乘5 所以 逆時中跟逆時中一樣對不對 可是假如我把這個五往前移呢 往前移就是它會比較怎樣 比較小 所以它還是會 逆時中轉 那如果是逆時中比較小 如果是逆時中比較小 它就會順時中轉 就看這樣子 當然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平衡 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平衡 比如說這裡放在一個兩個 五二得十 五二得十 然後呢這裡放到這裡 五四是二十 這樣合起來多少 一個十個合多少 三十 所以這個時中要放哪裡 要放在第三個上面嘛 它就會平衡 左邊會等於 右邊 視訊中 我比較喜歡的說法要做 視訊中逆曲等於 逆時中逆曲 就平衡掉 就平衡掉了 就是我們的 簡單的用這個方法 這個 網路上面 相當上有 你可以自己去玩一玩做這件事情 所以從這個模擬程式裡面我發現 如果視訊中逆曲跟逆時中逆曲一樣 東西就不會轉動 如果視訊中逆曲比較大 就視訊中轉動 如果逆時中逆曲比較大就逆時中轉動 所以有逆曲就會轉動 沒有逆曲就不會轉動 視訊中等於逆時中秒是合逆曲是0 它就不會轉動 然後我們就會出現一個等一下要交的槓桿原理 要出現一個等一下就要幹桿原理 就這影片上所顯示了 在這裏 我們是只能用後天的方式 掃除了排氣 也要再放在這裏 哇 這裏要再放在這裏 也放在這裏 然後再少許放在掃除鼻孔的中間 必須跟逆時的把掃除排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理就是这个 你们平常在参考书或者补习班老师教你的 他会用的叫做施力币乘以施力等于抗力币乘以抗力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上面我的写法 适中力取等于逆时中力取 因为如果你用下面这个写法 你只会有两个力 一个施力 一个抗力 可是我刚才每个位做示范的时候 我可以有两个统值的重量 然后这个重量 所以你记得只有单纯 它总会有三个力 刚刚叫做有三个力 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说法 是上面这个说法 适中力取等于逆时中力取 不过你怎么样被动没有关系 反正很简单 适中力取等于逆时中力取 施力币乘以施力币 抗力币乘以抗力 图上面显示的这个小女生 她的施力力很长 抗力力很短 所以她只要用一个小小的力量 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取起来 这就是杠杆可以省力的原因 但是杠杆不一定会省力 我们以后会交到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杠杆原理 请把它记好 OK